营造高龄友善环境 花莲县卫生局积极辅导商店卖场 进行人员的教育训练 今年度在远东百货 共举办三个场次研究课程 让企业员工在遇到 有高龄失智者的状况发生时 可以有正确友善的应对方式 而卫生局也鼓励更多的服务业 能够一起来参加教育训练 共同营造友善的社会环境 在商店卖场中 经常会遇到许多高龄族群 或者是失智长者 他们因为身心状况有障碍 经常会出现一些反常的行为举止 这时候如果卖场人员 没有正确的卫教观念 可能就会和这些对象发生冲突 为了营造友善的生活环境 华莲县卫生局特别协助商店卖场 来进行人员的教育训练 一个高龄友善的环境 其实就是一个对全人友善的环境 因为它不仅对高龄的长辈 是有帮助的 它是对于我们的幼儿 包括我们的残障 身心障碍者 其实都是一个友善的环境 跟企业合作 当然最重要是让企业了解 什么是高龄友善的环境 所以如果我们对企业来讲 就是要做他们的员工训练 让他们的员工知道 怎么样建构一个高龄友善的环境 比如说在一个卖场里面 他遇到一个老人家的时候 如何来提供他在一个卖场的舒适空间 今年度花莲县卫生局协助远动百货 举办了三个场次的人员教育训练课程 让企业同仁受益良多 其实我们在这样的空间里面 其实我们本来就有一直很多有这样的服务 只是因为失智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算是比较 在对待上比较没有那么完整训练 所以这一次在卫生局这一次的服务 在此训练里面 可以提供我们更多的这样 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对这些老人 或什么样的耐心 跟对待他们的应对上面 我们有更清楚的了解 所以这次课程对我们真的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花莲有更多的这样的店家 能够一起加入这个友善的 失智店家友善的一个行列里面 专业讲师和同仁们来说明 高龄者和失智者 他们在身体和心理上会出现的状况 并且教导大家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引导和处理 化解冲突以及不谅解 也帮助这些高龄者或者失智者 他们可以解除危机状况 花莲县卫生局也欢迎企业社团 可以踊跃来参加教育训练 共同来营造友善的社会环境 建录与会花莲市报道